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希 我們希快,晨早新聞報傳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廣播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10月18日,星期三 今天最高氣溫26度,最低23度 多雲有幾陣骯雨,雨勢逐漸頻密 各部地區有雷暴 吹清徑偏東風 高地間中達列風程度 強烈季後風訊號現證生效 嘩,今天的新聞,古靈精怪 嘩,看到有個男人 很明顯你以為他是肥婆嗎? 不是,他是男人 穿了女裝衣服,校服 走進一間女校去廁所 人家的CCTV拍到那張照片出來 大大隻隻 究竟有什麼進一步的消息呢? 另外,有個貓被吊死 在北角附近,吊著一隻貓 四個女人被捕 究竟是否心理變態呢? 這件事也是恐怖的 另外,更恐怖 兩個分別都是12歲的學生 一個是中一男生 在培政中學,在校內跳樓 另一個是12歲的女生 你又是這個學業的壓力 輕生 嘩,讀書是不是真的這麼嚴重呢? 現在真的慘了 詳細新聞內容 唉,真是多話要說 很多啊 譬如 紅磡海面驚傳救命聲 神運客說有女人跌到海 救援人員立刻幫忙 拔上來 救回一條命 剛才凌晨4點06分 神運客經大環山泳池對開 發現一個女子離岸約10米 海面高呼救命 扔水泡 報警 然後把她拔上來 救援船 再回到岸 清醒送遠 為什麼呢? 自己跳還是被拒絕呢? 應該是自己來的 不知道為什麼 這些很恐怖 無端端的心理很恐怖 想去就去 然後後悔呢? 後悔有時候 未必每個人都能夠做 救得到 說一下吧 毒男 長沙灣預查反抗被制服 不是書展的毒男 是吸毒的男人 也是凌晨4點 昨天凌晨 認職可疑 在長沙灣 迎盤街 福榮街 交界 先去查查他 反抗? 執法人員 把他推到地 其間有一包 白色粉末 跌出來 人員合力把他制服 原來是20刻 懷疑毒品海樂英 未能出示身份證 襲擊警務人員 藏毒 43歲 姓陳 這個毒男 溝漏調查 兩名男女 執法人員手腳受傷 須送院治理 阿sir受傷 另外 阿sir 有一個前警員 同居女友約而罪名成立 下個月1日判刑 滾水陸女童 這個阿sir 原來前警員 逼兒子自俗 向親友借錢 被隔職 早前承認用 滾水陸 這個前同居女友 年幼女兒 為何是前同居女友 非了 不是前同居女友 為何是前警員 被解僱了 就是這個意思 否認一項約而罪 開頭 同樣涉案同居女友都否認 案件開審 法官裁定 軍女被告約而罪成 提取事主最新醫療 和創傷報告 心理報告 法官說 你沒有盡你媽媽 做媽媽的責任 不可能見到女兒嚴重 灼傷 無動於衝 不帶她去接受治療 前男警 49歲 女被告 33歲 同樣是一項約而罪 真是心理變態 滾水陸她 可惡 女被告自辯 她是男被告自稱 是加拿大回流執業大律師 不是 案發後裁得知她是警員 警察辦律師 這麼搞笑 她又說男被告曾欺騙她的信用卡和首飾 用各種方法隔絕她的外界聯絡 案發後經常威嚇 弱打性侵她 她聽從男被告說話 沒有帶女兒去接受治療 真是 反轉豬肚 本身因造愛而成恨 他們本身都是情侶 後來發生了弱儀事件 還說她是 威嚇她 弱打她 性侵她 還爆她了 警察辦律師 這樣就多事了 真是多事 但辦律師好像沒有律師罪 沒有警察也有 警察沒有其他事也有 好 另外有人跳蟹 柏麗灣男子遇獄 鯛魚客 和衝浪玩衝浪的男人 幫忙救人 其實這件事已經幾天前 為何現在才彈新聞出來 昨天才有新聞出 好 星期日 玩水 小朋友 因為救人 60歲 男子一度昏迷 直升機 釣了她去東區醫院 搶救又醒了 因為事件 昨天那段影片在網上曝光 救人短片 海上水流喘急 那就是釣魚客 還有那個 玩開衝浪的男人 也幫忙救人 一起拔她上岸 直升機釣她急救 這些都是好事 救人一命 令性做七級浮河 另外 香港地騙人的電騙案 激增 8個月 電騙網騙 涉款1.6億 不簡單 不用一定JPEG 騙你也可以 240宗 案年急增2.3倍 六成 假務 政府機構 可能海關 什麼都好 什麼都打來 玩玩 海關有 通常海關公安 警察 扮演 網絡詐騙案488宗 案年上升四分一 殺豬盤 網戀 網購貨品 演唱會票 刷單元 這些套路 很厲害 涉款有1.6億 嘩 真誇張 好 另外又說 余景灣 兩個內地男人 收到爆竊工具 遊蕩罪被捕 鬼鬼祟祟 真是想偷番薯 這裡沒有番薯 大嶼山 余景灣 內私人屋苑 想爆隔 因為 那裡一向是爆隔的熱點 加強巡邏 發現兩個大陸仔 32歲 37歲 還沒爆 油檔 逛街的時候 避有偷虧用品 拘捕他 執法人員 不排除他們 就說是踩線 吊著他們尾 然後去檢查一下他 全身的工具 沒有合理的辯解 拘捕 非常好 防範這些罪案發生 另外一個男人 借錢35萬貴里 輸了 被人禁錮了30個鐘 獲救 拘捕 拘捕了大耳窿 這些都是賭錢下海的 亂賭錢 他說 內地青年 去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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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澳門賭錢 輸了錢 然後 就 17萬利息 利息也17萬 嘩 厲害了 有什麼好運 不如不要賭錢 去借錢給別人 差不多1.5倍 那麼 昨天有人報警 就說那小孩子 很年輕 很青年 二十多歲 二頭 被人禁錮了一整天 三十個鐘 拘捕了大耳窿 被控高利泰和禁錮罪 案件在澳門發生 正追緝其餘四五個大耳窿 很年輕 很年輕 被人拘捕那些都很年輕 又說二十多歲 姓謝 又說無業 唉 借人錢 翻本 誰知道 真是 真是被人 沒錢還 就被人夾了 輸了 用什麼 用什麼沒錢還 用什麼輸了 你輸了給我或然率 一定輸的 贏的很少有 好 另外說說奇人奇事 又斬人 不斬過哪有新聞說 油麻地燕窩店南東主崖斬 兩刀手 走了 昨晚十點 兩個遲刀男人突然闖入上海街 二百零一號地下燕窩店 不說了 這次燕窩變血燕 不由分雪 斬啊 藍事主不提防受傷 兇徒得請後逃去無蹤 徒人見狀報警 斬啊斬啊 調查店鋪閉路電視 追緝兇徒 追緝兇徒 真是恐怖 有啊 這陣子 好像之前也斬 有人說藥妝 有人說藥房 隨便 給了保護費也斬你 這次又是說 不知道什麼事 又是斬人 由尖旺一帶 上次說有二十人 曬馬吹雞 尖沙咀 納刀街頭叫囂 拉多七件 上星期六 二十多人聚集摩地道 互相老母老母 其間白衣男 拿刀走向緝 一架私家車 繼而截反人群 有人說比拍戲更逼真 拍戲的陣容也不夠龐大 尤其是現在沒有錢 哪有這樣的場面看 哇 拉多七件 非法集結 管有攻擊性武器 又會拉到的 拍不到樣子也會拉到的 是不是那些無間道 有人承認威威 我們那晚點點點 然後便知道有這樣的事 便盤盤他 不到你不承認 嘩 也不奇怪 唉 真是 講講一些慘的事情 收起這個聖線 當時有個英王大廈火警 有一個人離開了 即是過了生 原來22歲 兒子很孝順 分為兩個州之後便死亡 媽媽難以釋懷 她說為何天氣不公平 她說她 那個男住客的名字 叫林子瑜 只有22歲 搶救了兩個星期之後便救不上 她說 媽媽說兒子很乖 善良 遭逢橫禍 英年早逝 痛心 為何這些不幸的事 會發生在她身上 希望能夠還原事件真相 還未有逃離單位 她已經昏迷了 她可能沒有想到龍烟那麼厲害 以為自己沒有銷箱 幸好不如叫其他人離開 即是說 說 不知道 那個年輕人 他和父母有個11歲的妹妹 和5歲的弟弟一起住 四月她是兼職轉全職 想有自己的空間便搬走 說當時女朋友幫忙找到這個劏房單位 在媽媽眼中 兒子讀書一般 不過品性善良又孝順 不宴不走 又沒有出去搞搞陣 平日喜歡玩電腦玩手掌模型 很少出街的 乖孩子 學歷一般 高級文憑畢業 但勤奮上進 做兼職 做事 就像做全職一樣 他說工作賺外快 賺得不多 都給幾千元家用 知自己英文能力不好 就進修英語口 即是英文口才 英文口語 希望加強溝通 平日也是孝順省劍 發生了這樣的事 媽媽便傷感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麼乖 唉 真的很難說 如何安慰呢 始終劏房有一定的危險性 一旦有什麼事 走不掉 當然很多人在住 這就是政府經常說劏房 很有問題 中聯辦也下去看 慘不忍道 然後繼續有人入住 繼續有些年輕人入住 這是房屋的問題 土地的問題 這是政府可以解決的 超哥上場說可以解決 現在問超哥 跟我的天有沒有關係 真的不知道 很多事情 因緣的事情很難說 但是有些事情人為可以避免 環境這麼惡劣 但是香港人住慣了 逼在一起 你出門口有什麼事 大煙公進來 那你怎麼走 晚上半夜睡覺 經常都聽到 電線短路起火 有的時候 一天有幾宗 沒有的時候 一天都沒有 沒有的時候 有時候不記得這些事情 有時候提醒你 又聽不到 轉頭又不記得 那就 真是嚴重 香港有很多嚴重的事情 有個 中一學生 墮樓身亡 全校師生 感難過和悲傷 方溫仔12歲 我想 回學了一個多月 現在十月而已 昨天 下午1點4時跳樓 懷疑由校社高處墮下 救護員趕至現場 送院證實死亡 相信男生因家庭問題不開心輕生 陪正中學校長 是陪正的發生 校長叫何力高 知道這個惡號 全校師生極為難過和悲痛 校方不移在這個階段 有任何的選擇和發表意見 立即啟動危機處理小組 透過班主任 在校內 將這件不幸的事通知學生 唉 真是慘 見到這件事 其他學生都天天上學 會想這些事情 做人壓力大 做人 家長 他怨恨很多事情 小孩子 他得不到他的快樂 大人又不懂得教 或者沒什麼時間來 各樣問題 因為不只一個 第二個 觀塘12歲女生墮樓亡 其實年紀真的一樣 這個就是菲律賓瑞女生 會不會涉及欺凌事件 還是什麼事 昨天早上7點 又是一個高處跳下 連環跌兩個人 沒有的 小孩子 有些事情他不會聽 他不會知道 學校也不會教 沒有的 珍惜生命 我想要從幼稚園開始教 必修 人家是做什麼的 哲學那些 你經常說 人家在這個世界做什麼 為什麼大過了讀完書 才拿去思考 小時候他們不知道 沒有人跟他說 因為他父母也不會 教育沒有 是的 好像我經常說佛學 佛陀就跟你說這些 你服務眾生 不開心 小時候就教他們 教他們控制自己的情緒 但這些為什麼會變成 興趣者有興趣才知道 這些是人類的說明書 你想想世界有多少苦難 經常說 學校教你很有趣 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那怎麼辦 其實這句話是錯的 你為什麼會看他不如意呢 他不如意的時候 你也可以當他變成另一種學習 沒有的 學校沒有教過 到現在我講完 大家的概念也沒什麼 很想聽 吳仔說多一點 我一講講三十分鐘 這些是佛禅 這也是教育問題 你問我 是教育問題 為什麼這麼小時候就會這樣 為什麼小時候不教他們 我們應該怎樣 他正在問我的志願 將來讀書 讀大學什麼 他都不知道我來做什麼 賺錢 找多一些錢 孝順父母 不懂的 很多事情都很糊塗 真的 其實教育方面也要檢視 很多人年輕地走 壓力在哪裡 爸爸媽媽 又是生他出來 又懂不懂教育呢 但問題是 你看一些藝人 什麼姓張那個 沒有錢又生四個 那些問題 還有很多問題 很多問題 他生出來 沒有一個環境 他覺得 他不開心 好像以前沒有東西 在鄉下 大家耕田 有空間 人本身都是動物 逼逼夾夾 困在小房間 說要用你乘小的價錢去買 然後買不起 就住劏房 這就是一連串的問題 這是一個社會的問題 不是一個獨立的事件 好 接著說一下變態佬 變態佬去穿女的校服 走進別人的學校 變態 男人發線向後移 扎邊緣 穿高中女生校裙 掩人耳目 死胖子 搞什麼 大大隻隻的樣子 扮學生 走進女生刺隔 懷疑企圖偷拍 被學生揭發 逃去無蹤 變態佬 頭髮都半斷了 戴著眼鏡 戴著口罩 扮胖子 嘩 再製作一件衣服 遮住 好像有裝胸 糟糕 波急急 但是是男人來的 這個男人 有沒有進入學校偷拍 希望警方早日破案 學生有運動課日子 就准穿運動服回去 希望減少學生在校內更衣 令他們進一步安全 這個男人進去 別人見他行為古怪 走進廁所拍攝 幸好就嚇走他 誰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人們瘋起來 估計不到 變態 另外 是不是變態呢 拘捕了四個女人 北角海濱花園 寵物公園 釣死貓 釣了一條貓屍 上個星期 現在拘捕了四個女人 涉嫌殘酷 虐待動物 昨天警方開了記者招待會 那是誰 那是誰 雄姓成年 炮文 他說 頸前尼龍繩 被掛樹上 屍體由外脅 拿走 這件事 有一個說法 不排除涉宗教儀式 玩什麼宗教儀式 四名被捕人士 首先貓主是49歲女主人 三個孕傭 24至33歲 有錢的女人 三個孕傭 調查她的動機 死因有待漁農署檢驗 據了解 四個人住北角 有人在警戒下聲稱撫養七年的貓 因病去世 按照某種傳統儀式 將牠釣在樹上 警方不排除案件涉宗教儀式 而被捕人家中令有三貓 均荡照顧 未必是 樹上釣死貓是什麼宗教儀式 有沒有聽過 首先說 被捕人沒有虐待動物的前科 也沒有精神病的紀錄 死貓生前健康情況 以及釣在樹上的狀況 也要再調查 那麼 樹上釣死貓也沒有聽過 有人說台灣有這些事情 釣在那裡可以怎樣 什麼宗教儀式 說來聽 我少聽 我都拎了頭 現在這些會揭力打擊一切殘酷對待動物的行為 老實說 你這隻貓 你打他那些什麼善宗服務 是不是 弄了DNA 弄了釣嘴 弄了一條頸 宗教服務 弄了一隻貓射舌 或者用東西供養他 就是釣在樹上 你找人撿嗎 你想怎樣 很臭的 有沒有腦子 沒有腦子有錢 真的 你真是臭的 釣死貓 每個人都是這樣 盡得了的 是否通街都是屍體 想歪了 誰教你的 我真的想訪問一下他 誰教你做這些事情 究竟有沒有用 好 另外說說今天的天氣 誇張了 強烈季後風生效風力如三號風球 天文台說陣風達八號風球 但是沒有架放 天文台證實 是的 風力好像八號那樣大 雨勢有時候較密 那為什麼不說天氣特別影響 接著什麼 接著可以放假 沒有的 哪有這些事情 等於歸等於 我們規矩沒有這些事情 是的 人是死的 規矩是生的 經常都說 死了 現在那些人 讀死書 要規矩 行一些死規矩 就死了 死了火了 說明了 今天 高地風力達八級風 沒有架放 等於也沒有用 其實等於就是破壞力一樣 那怎麼辦 上班 最喜歡上班 有些人喜歡聽我說新聞 說說說你就知道發生什麼事 這個世界 好 另外 這個人頭搖又尾擺 SKY 是這個 旅遊巴武龍 開旅遊巴也吸引了獨家 26歲 哇 獨家被捕 開旅遊巴 你真是死人多 撞到人 警察調查 揭持假駕駛執照租車 夠膽死的 牌子還是留的 好東西 懂得開的 自動波 棍波 怎麼開的 沒有牌 假牌 無牌駕駛 行駛去假文書 藥物影響客駕駛 沒有第三者保險 這些四宗罪至少都錯了十年 騙人 吸毒 開車 這麼恐怖 無牌駕駛已經恐怖了 還要吸毒無牌駕駛 神經病 哇 這麼恐怖的人也有 究竟做什麼 不知道他做什麼 吸毒了 這些車 當然是開AE86 竟然是開旅遊巴 彎也能轉得到 那些不是很難轉的 長車 這麼有駕駛天分 真是恐怖 好 另外再講講 啟德河 現怪魚 市民 報警 有條怪魚 沒有人理會你 拍了出來 牆很尖的 這是什麼 有人說是 有人說是福岳 鱷魚 在河上有鱷魚 這麼厲害 不奇怪 1.5米長 嘩 1.5米長 跌倒了 其實翻查資料 在荃灣德華公園 2009年已經有福岳的影蹤 懷疑有人買回來養 然後越來越大條 就放生 不少生物被獵食 他們說是萬多拍 政府做事 不理不理 如果有年輕人被咬到 就壞了 是呀 那些 怪魚 可能都是福岳 因為他長形像鱷魚 但說 打了電話去相關部門 沒有人有反應 不動的 就是這樣 一直都是這樣 看看說完新聞 他動不動 看看有什麼要跟大家說 57歲男人 發佈煽動訊息被捕 國安處抓人 是 檢查通訊工具 提堂 這個離譜 300多宗煽動意圖 那些訊息 寫了什麼 斬首 哇 斬頭的字眼 說被暴人抹黑執法部門 抹黑國安法 不能說的 網上的東西 跟你說 還有多次轉載港獨歌曲 真是 出事了 大家自己上網都要小心 香港的 說到這裡 再見